換我 來 麻辣情報員 好的 現在呢 運動減重的風氣盛行 如果呢你搭配飲食控制的話 絕對可以讓你受得非常健康 又有肌肉的線條 但是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錯誤的減重 錯誤的運動 小心你的靜脈曲張 爆血管找上你喔 錯誤的運動觀念或是錯誤的姿勢 甚至呢你突然運動量大增 導致呢你的下肢 他的血管呢不堪負荷 這時候可能就會靜脈曲張找上門 那甚至還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她們會想說快速減肥 然後吃減肥藥 這些都會導致靜脈曲張的問題 產生 有沒有這麼嚴重 心臟外科 來 李香的意思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很多的運動員 身上也都看得到 運動員 那我的病人裡面有很多 都是我們台灣的國手 那一般的上班族 更嚴重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事實上在工作的時候 是長跡坐著 已經很久了 都不動了 下午突然間去做這個運動 會有很大的一個 逆流的現象的問題 逆流 我們這個血管 已經有了靜脈曲張 它的血流方向 不再是只是往上走 它會往下走 如果說你突然間去運動 速度很快的話 往下的血會造成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所以它往下的力量會比 它平常的時間 到了好幾倍 這個就是它造成 它靜脈曲張 嚴重的問題 有些人 有一個運動的教練 他在教很多人在運動的時候 自己突然間就人不行了 原來是腳那個地方破掉了 血液血流不住 很多人對靜脈曲張的定義 是錯誤的 他以為腿上要有綠色 有凸起來的東西才叫靜脈曲張 不是的 你的血液循環 只要發生了這種逆流的現象 這個就是靜脈曲張 所以很多人他在 可能只有中間的這一段的問題 可是他並不知道 他就拚命的去運動 結果這個 會慢慢的就走向了變成 最後一面這個問題 可是他怎麼知道有沒有逆流呢 醫要做檢查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有靜脈曲張 他的健康檢查裡面 從來沒有做這一項 所以他並不知道 他已經有靜脈曲張了 那運動員最大的問題 除了剛剛講的重力加速度以外 就是他的 像棒球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的棒球頭 投手比一般的雷手要來得嚴重 就是因為他練球的速度 都是在腹腔的壓力 增高的狀態之下 或者是丟籤球的 直標槍的 這些用力比較重的 一般的運動選手 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不能運動 而是你運動的時候 要穿著醫療用的彈性化去運動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可是在他們去健身房之前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運動習慣 很多人現在最流行是做深蹲 因為深蹲真的CP值很高 而且又可以很快速的 讓我們肌肉成長 可是 其實在做這樣子的深蹲 你如果有負重的話 最好是核心肌群要很有力氣 比如說肚子跟背 但很多人都沒有先練核心 就直接舉下去 所以代表他們的重心 有可能會不太一樣 可能會往前讓腳來幫忙撐 就是代償了 最近有一個是我的朋友 有一回呢 就是我們相約出去的時候發現 他的腳居然有很嚴重的 靜脈曲張 就右腳 那個形狀大概是 蜘蛛王家八卦那種樣 就是很複雜 對 我真的不忍直視的那種程度 他平常呢 除了是做重訓之外 他上半身也練很多 可是就是沒有練核心 所以他的比例蠻奇怪 就很壯 腳有一點肉 對 所以這個是因為 我們沒有先把核心肌群 練起來的關係 所以這樣是錯誤的運動習 平常如果說我們有在運動的話呢 就是 你的重量一定是慢慢加 不要一次就上去 因為有些人他覺得 慢慢加這個熱身 他等一下要舉的那個重量 就沒有力氣了 可是這樣反而會傷到 第二個呢就是 不管我們有沒有 靜脈曲張的可能性 都建議大家在晚上睡前的時候 可以 對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碰到牆壁的話 那至少墊兩個枕頭 讓腳可以高於心臟 讓它的血可以回流 對 這是日常的保養 嘉醫科呢有遇到了因為 錯誤的減肥或錯誤的運動姿勢 而導致肌群症的案例 還是要強調一下 運動傷害不是只有 肌肉拉傷 關節扭傷 血管受傷 包括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錯誤的運動模式 所造成的運動傷害是多樣性的 連血管都會受傷 那我們其實 就是上班族裡面最常見的像 久站的像貴姐 對 他整天可能10個小時以上 需要站立來工作 他如果體重增加 他就想去做運動來減重 但是他下班以後就已經很疲倦 肌肉僵硬也沒有熱身 就到運動健身房去搶跑步機 跑 又在家裡有空就練習深蹲 姿勢也不正確 這樣的個案兩個月下來 他原來就有靜脈曲張 他不以為意 他覺得那個就是靜脈沒有曲張 看到的是靜脈沒有曲張 其實是靜脈曲張的 結果他的兩腳在腳踝上端 筋骨前側發現顏色改變 變暗核色 會有一點刺熱刺熱的感覺 他就跑來門診說 我是不是皮膚發生什麼問題了 結果他的靜脈曲張 已經超過我們所謂的蜘蛛網跟蚯蚓 變顏色或水腫 就是第三 第四等級裡面的 再下去如果皮膚潰爛就要手術了 會潰爛 他整個顏色已經暗沉下來 變暗核色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嚴重警告他說 你現在停止一切腳步的運動 你久站也要中間 最好是穿彈性襪 或者是要改變 中間要有一些抬腳的休息 這樣子經過一些調整以後 大概也花了大概三個月左右 他的顏色慢慢淡下去了 靜脈也稍微退了一點 這個效果 其實他同時辦有一個叫做 痔瘡就是腸道裡面的靜脈 有曲張出來就是痔瘡 所以事實上他也帶有痔瘡的問題 他每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會曲張 對 所以你如果腹部用力 然後錯誤了姿勢 你可能腳部的靜脈曲張 肛門的靜脈也曲張 所以他痔瘡也是同時 也獲得到了改善 所以奉勸大家運動一定要 適合自己的身體狀況 暖身就是要流汗 心跳要上來 要有流到汗 那才叫暖身 有時候 要做個操 做個操 好啦 我暖身了 我就跑啊 這就不叫暖身 我這樣解釋還可以嗎 請問職能治療師我這樣講可以 可以 非常好 可以 專業 郭文團認同我們情報員的說法嗎 來 惠文姐 比較可怕的是有一些 媽媽可能退休沒事幹在家裡 一坐 坐八 九個小時 曾經就有醫師接到這樣的案例 就是八 九個小時 他都沒有起身 也很少喝水 結果呢 他的那個 下肢已經有血栓了也不知道 血液太濃稠了 有血栓 一站起來 一衝 完了 衝到他的 馬上送醫院 會死人的 真的 靜脈曲張最怕的就是 肺栓栓 另外還有一個提醒是說 如果你有靜脈曲張的朋友 你要注意 不要想說我泡熱水 可以讓腳比較可以治療痠痛 很多醫生都鼓勵泡腳的 但是如果你有靜脈曲張 反而不要這麼做 因為有太多的案例是 因為靜脈曲張導致他的那個 皮膚變薄了 他血管有病變 皮膚變薄了 會癢 一抓 常常一抓破皮 流血是失血 沒有辦法止住整個那個溫泉 好可怕 真的 就是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要很小心 靜脈曲張不是一個小病 對啊 因為像我媽媽 有很嚴重的靜脈曲張 就是他真的是浮起來那一種 我自己看著媽媽那樣 我就會很警惕自己 因為之前常要主持記者會什麼 也是站一整天 又穿很高的高跟鞋 我就自己去買那種 就是人家說什麼有 有單數的彈性化 可是我發現 就是當下可能比較舒緩 可是一脫下 其實腿反而更緊繃 更痠 所以我不知道那到底有沒有效 因為彈性化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醫療用的彈性化不是 普通有彈性的襪子 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丹尼素只是紡織品的密度 醫療用的彈性化 要經過國際的認證 它還是要用毫米孔柱去標示的 醫療用的彈性化 是可以處理有療效的 肌脈曲張只有三件事情 叫做 蓄肌就是蓄水池裡面 積水不會動 可是醫療用的彈性化 它必須要有這個療效 它才可以把它定義為 醫療用的彈性化 所以它必須要有正確的 漸進試壓力 所以它的都是 設計都是為了醫療而使用的 第二個就是 所謂的醫療用彈性化 也沒有需要你抬腿以後 再穿的這個問題 穿脫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它本來就會讓你的血液循環 慢慢的回送 所以你只要穿著它 它就會幫你慢慢的回送 很多網路上的說話說 彈性化 一天只能穿 8小時 這是錯誤的 醫療用彈性化 一天可以穿 沒有這個問題 還可以穿著洗澡 穿著睡覺 穿著洗澡跟穿著游泳就是 好笑 但是我們在穿著這個襪子的時候 必須要記住一件事情 因為你的穿法有一定的技巧 我們要讓這個壓力 平均分佈在我們的腿上面 所以我們在走路或長期坐的時候 它的那個會有一些皺褶 就像我們穿一般的襪子一樣 所以可能長長的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你要調整一下 它就不會有像 它是會讓這個回流 反而是慢慢的回順的 你可以發現好好穿的病人 恢復的速度都很快 就是這種醫療用的彈性化 是 大家可以在賦買之前 要仔細的看它的分級 是不是屬於 我們衛生福利部 那個分級在醫療用 二級的 分級在二級的才有對於 這個蓄肌的回流有幫助 一級的沒有 一級的就是補助型的 它沒有的 這個 衛生署已經說明得很清楚了 對 好像食室有兩種 彈性化也有兩種 有可能還有第三種 所以葉斯賣的那些什麼都不是的 砸牌的 它就是這個有彈性的襪子 對啦 金牌俱傷可以透過運動來改善嗎 葉君 可以幫忙加強 那我要示範給大家看 來 請 對 我先講上班族久坐的話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把腳抬起來 然後很用力的往上勾 大概停5到10秒 之後再很用力的往下壓 5到10秒 好痠喔 超痠 小腿已經有拉到 對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你一定要做到極限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可以扶牆或是扶著椅子 做腿部的拉筋 像是這樣 這樣 拉長後腳筋 對 去拉這邊 可是如果說像要久站的櫃節 或者是其他一定不能坐下的話 我們建議他們沒有客人的時候 就是原地踏步 有效喔 原地也可以就對了 然後再來呢 就是如果它那個櫃台下面 有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就這樣拉近 我搭那個電幅梯我都會這樣 因為這樣不會影響到形象 對 然後最後一個是 如果沒有客人的話 你就假裝你在整理櫃台下面 就是做一點圍蹲 就是這樣子 裝模 裝模 然後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 血液循環 蛤 找什麼 找什麼 找到你看起來有點奇怪 我們要站在櫃台 我好像猴子很癢 沒有 要欣賞 你在找香蕉是嗎 你太乖 猴子吃毛肉 是不是想吃一下 對 就是假裝整理一些東西 就是幫助我們那個肌肉 擠那血液上來 其實我們最最最建議的 就是你久坐或久站 40到50分鐘 就去上一個廁所洗個臉 走一圈 不要鬱掉的 對 因為這些動作 都不比我們站起來走 而且它不會抵消你的久坐 那怎麼樣訓練自己的核心更強 就是 做放式 兩臥起坐 對 兩臥起坐 或者是如果一般人 比較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靠牆這樣 這個大概一分鐘就會冒犯 對 這樣 就看一個廣告 這樣 看一個廣告 進廣告的時候就找一個牆靠的 對 這樣就可以了 要不要做到垂直 大腿跟小腿要不要垂直 就循序漸進 可以的話就這樣 可以垂直是最好的 可以 好 謝謝 好了 靜脈曲張呢 那除了手術之外 有辦法透過飲食來改善嗎 來 劉怡玲 第一個 當然建議比較偏向紫色的食材 所以吃一點紫地瓜 紫高麗菜 蔓越莓 這些其實都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但第二個 如果針對所謂的靜脈曲張的部分 在國外的一些研究 倒是有發現建議一種營養素 就是俗稱 P 對 對 其實就是類黃瞳的部分 類黃瞳它可以讓血液循環 確實是比較好一點 那它是在哪邊有呢 如果說你做完這些運動之後 或是你是常常久站久坐的朋友們 你可以喝一些像葡萄柚汁 或者是柳橙汁 這一種的柑橘類的東西 它裡面除了有基酸之外 維生素P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所以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另外還有就是在平常的飲食裡面 在動物性蛋白質 因為這種病人其實也不宜太胖 又要抑制它的發炎反應的話 我們會建議吃一點 Omega 3高的一個脂肪酸的魚類 所以比如說 深海魚油 深海魚油 台灣其實非常好的秋刀魚 還有青魚 這兩個是首選 所以如果你常常久站久坐的話 其實這兩種魚是非常高的 Omega 3的脂肪酸來源 那我要常吃 對啊 靜脈曲張四個字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沒想到對於大家的健康 有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好 錯誤的減肥 錯誤的運動 都會導致靜脈曲張不可不慎 非常好 麻辣急爆炎